Hello 各位对拉线机有购买需求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话强烈给大家推荐斯波阿斯S3169拉线机 无论你是网球拍还是羽毛球拍的拉线 它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我们现在来拆箱看一看它有哪些部件吧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部件和配件了 我给大家一一的进行介绍一下吧 这是我们的底座 中拐 机头和我们的一个工作盘 配件有斜口钳 尖嘴钳 起尺夹 拉线钩 雨锥 内六角扳手 高半保护器 五尺夹 电源线 备用弹簧 实用说明书 合格阵 以及我们的保修卡 介绍完我们的配件之后 现在我们开始来安装吧 首先我们将中管的这四个螺丝拧出来 注意螺丝取出来之后 记得要把垫片拿走 现在我们将底座装在中管上面 要对准住 注意要对准这四个孔 没对准的话我们可以移动 对准孔之后 我们把刚刚拧出来的螺丝装进去 四个螺丝都放下去之后 我们现在来交叉拧紧 底座拧好之后 我们现在来开始装机头吧 我们先把机头翻过来 找到中间四个可以拧动的螺丝 这四个是松的 紧的我们就不要松它了 把它拧开 再把机头翻到我们底座上面 对准孔上螺丝 最后我们就要安装工作盘了 先把这个螺丝松下来 同样的话我们工作盘也要四个孔对准 把工作盘上面的两个旋转座按下 推到中间 再找到我们的五尺夹装上去 现在我们的S3169拉线机就安装完成了 我们的S3169既可以拉网球拍 也可以拉羽毛球拍 我们现在开始先拉网球拍吧 我们拉网拍的话 现在因为这款的话是网羽专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夹羽拍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保护器给换下来 我们首先装上那个网拍的保护器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羽拍的这个固定夹 四个黑色的固定外套给它取下来 然后的话我们要把这个立柱给打开 就是松底下的一个旋扭往后推 推到最大 到底就是拉网拍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架拍 架拍的话 我们这边有拍头跟拍尾的那个标识 我们认证标识 然后固定好拍子 首先我们找好拍头拍尾的中心点 然后固定拍头拍尾 先轻轻拉上 然后我们再加好两边的四个优夹 稍微用点力夹紧四个外面的优夹 然后保护器可以微调一点点 微调一点点之后 然后再拧一下小圈 把拍头拍尾也收紧一点点 然后我们开始创线 创线的话我们取线长的话 一般取九个九个一般都有长的 然后我们穿线之前呢 也把这个夹线的松紧度调下 就是我们现在夹线如果太紧的话 我们要调松就通过这个圆柄去调节这个夹子夹线的一个松紧度 那现在我们调的太松了 那我们就要顺时针拧紧一点 好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开始穿线 现在我们是拉网拍的话 我们穿一个50磅 现在我们穿一个50磅的球拍 我们把这里的磅数调到50磅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穿线 磅数调好之后我们要把横力打开 红灯亮 横力打开防止掉磅 然后我们开始穿线 穿线的话我们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拍子 看一下它这里的双孔右孔是三个还是四个 如果说是三个的话 我们就要从拍尾往拍头穿 如果是四个的话 我们就要从拍头往拍尾这边穿 那现在的话我们这边是三个 我们就要从拍尾穿拍头出 我们放线的时候 那个线要上下放 我们不能交叉 要不然的话它会上到线 所以我们放线的时候 往下放的话是上下放进去 然后我们推一下钾片 然后我们就开始上夹子固定 然后我们顺着孔位依次开始穿 我们现在穿的拍子是十六乘十九的 这是十六条竖线 十九条横线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 这个一条竖线可能就要跳孔 就隔一个孔 因为不隔的话这个线就很近 所以我们就要跳开这里 隔一个孔跳 然后下面的话同样 隔一个孔出来 也是在它这个孔旁边的孔上出来 然后拉紧打结就可以了 我们这一条线可以选择打结 它会自动增加10% 然后我们拉线 我们打结的话就选择一个相邻的大孔 然后把线穿进去 然后开始打结 我们打结的话就先绕一个圈 先绕一个小圈我们拿在手上 然后我们再绕个圈 就绕一个大圈 然后我们绕大圈的时候 这个线头子 线头子从这个小圈跟大圈里面一起穿过来 我们从里面穿过来 就小圈大圈一起 然后收紧这个大圈 收紧大圈 然后我们就开始收线 收线的时候我们就往前 往前 往上 往前 往上 往车拍打结的话力气会用的比较大 然后往前提 然后往上 往前 往上 提拉不动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线头子 然后收紧 然后可以松甲子 然后剪掉线 好 我们开始穿横线 横线的话 我们一般取八个拍子再拍长 我们取四个拍子 然后对折 然后就是 取到八个拍子长度 剪掉 我们拉横线的话 一般会高两磅 然后我们这里 然后我们调到52磅 然后的话我们就开始穿横线 横线的话 我们一般就是 穿一回一 然后我们就是先穿一根 然后就再回来 再回来穿第一根的横线 然后我们再返回 穿第一根横线 穿横线的话 我们一样可以提前打结 也是一样先绕一个小圈 拿着 然后再绕一个大圈 然后线头子从这个小圈跟大圈里面穿出 然后提拉大圈 然后收紧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传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可以打结 剪掉线头 剪掉线头 我们穿好了 这个这个线没拉紧的 就可以把它推下来 挨着这条拉紧的线 这样的话 它其实拉的时候 它会 自己会平整 然后看到有不平整 稍微整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穿一下 落水 好我们最后一根就按下打击按键 然后我们开始收紧它 收紧完了 我们这里已经要打结了 然后我们打结的时候 这个夹子可以远一点 因为要夹这条线里面打结 所以我们要大口里面进去 一样的穿一个小圈 再加一个大圈 好我们看一下 可以稍微把那个线里一下拍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取拍 取拍的话先松拍头拍尾的小圈 然后再送大圈 好我们现在取下拍子 我们的网球拍已经拉好了 可以看到非常的结实 现在开始来拉羽毛球拍吧 我们现在开始穿 雨拍 首先我们要把原来的夹网拍的这个距离 推进去 然后我们要换掉网拍的一个保护器 然后我们换下雨拍专用的一个保护器装上去 然后再装上四个黑色的右脚黑套 把它用力加进去就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可以架拍了 好我们现在可以架拍了 也是任拍头拍尾 然后找好拍子的中心点 然后我们就开始架拍 我们通过拍头拍尾调节它的一个距离 我们夹拍的时候先拍头拍尾收紧一点点 然后主要是这四个面要是平面 四个夹子先夹紧 四个夹子先夹紧之后 我们再来调那个拍头拍尾 这个夹紧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把拍头拍尾收一点 因为这里夹的它是平的 然后这个保护器如果上下有洞的 我们就可以微调一点点 好我们现在就夹好拍就开始可以穿线了 我们这里看自己设定的磅数 然后我们二十磅二十四磅二十八三十 我们现在穿二 拉一个二十四磅 然后横力打开 然后我们开始 先我们调一下那个陷阱的一个夹线送紧度 我们开始穿线 竖线的话我们量八个拍子的长度 我们开始穿线 穿线的话这里注意那个线不要搅在一起了 放在那个夹片里面 我们要上下平行放进去 然后我们夹线 好 我们这里固定夹子 然后夹一个起尔夹在那里 好我们松线的时候我们这里稍微提拉一点 因为它这里比较重 它可能会掉下去 然后我们继续拉单边的 然后固定 我们走这边的时候 这里可能会挡住 然后我们大概就夹到这个位置 夹到跟那个切尔夹差不多平行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来拉这边的 我们这边的话是刚才没有夹的位 然后我们继续再拉一下 然后送家里 好 那边都拉三根之后 我们两边就要同步走了 就同时两边穿 这样的话拍框收力更均匀一点 然后第九根树线穿的我们就要跳孔了 然后我们就会再下九孔出来之后 下十 下十一 下十二 就会再十二进去 然后拍头也是一样 九 十 十一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下十二孔进上十一出 就会跳一个孔出来 这里是隔了两个上面上面出来就隔了一个 然后再返回来 上十孔进去 然后的话就是下十孔出 好 我们这里打结 同样的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下九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下九出 然后十一十二 然后下十二进去 好 然后我们出的话就出上十一 出最后一个大孔 然后出出来 然后再返回来 上十孔进 然后我们现在返上十孔进来 然后下十孔出 我们再出下十孔 好 然后我们按一下打结 然后我们就纳线 打结 它会自动增加百分之十 打结的话 它会自动增加百分之十 好 然后我们开始打结 找相邻的隔一个孔 然后我们就进行打结 然后我们用手压一下线 然后把它穿进来 穿进来之后 我们就打结 先绕一个小圈 然后再绕一个大圈 线头从小圈大圈里面穿过 提拉大圈收紧 往前面 往前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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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头子提拉收紧 好 好 这个结就打好了 同样了 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找它相邻的一个孔 先绕一个小圈 拿着手上 先绕一个小圈拿着手上 然后再绕一个大圈收大圈 然后往前提拉 往前提拉 往前提拉 往上 往前提拉 再把那个线头的收紧 提拉 往前提拉 往前提拉 剪掉多余的线 竖线穿完 我们就开始穿横线 横线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 从下九孔开始 穿第一条线 我们从下十孔开始穿 下十孔穿 然后再回来 下九孔 就穿一条 再回一条 我们穿这个线的时候 如果穿不出来 我们就用那个 钳子夹着点 慢慢的把线给往外推 可以推出来 我们过这个孔的话 如果不好 从拍框里穿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钳子夹着 然后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 往外推 把它推出来 推出来之后 我们再往上 然后再把它拉着 然后我们 第十孔进 然后再回到九孔 回到九孔里面 然后我们再把它 回一条线 我们现在就可以 开始穿线 首先穿线的时候 我们拿一点 那个手胶 或者纸张之类的 搁在拍框这里 然后我们外面 是要夹一个 七十夹的 因为隔着 是避免这个 七十夹这个铁头 跟那个拍框边 那个漆面有接触 把那个油漆给伤了 所以我们把它保护一下 然后我们开始 拉第一条线 第一条线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打接 然后也可以高两半 这个看自己的一个需求 然后我们直接按打接 然后我们开始第一条线 我们过这个孔 从拍框里面保护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来锥子 我们这个锥子扎的时候 要注意 这个地方 你要看一下它上下间隙哪个上面大 然后稍微斜一点 四十五度角 斜一点 然后的话就是转着 慢慢的转进去 不要用力就这样 直接凑进去 这样的话很容易上那线 扎到线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锥子的时候 也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捧位稍微酷一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锥子夹着 然后慢慢的往外推 一点点的把它推出来 好 我们这个条线可以选择打结 它会自动增加10% 然后我们拿线 好 好 然后我们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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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把线拍面拍一下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拍面 然后就可以松开 好 我们现在就多穿了一条线 那这里一条线就是放数很足的 就不会穿出来像这一条样 所以我们回拉了一条线在上面 然后我们现在 好 今天的话就向大家介绍了我们S3169网羽拍拉线机的我们的网球拍和羽毛球拍的拉线方法 同时的话它还有很多的拉线方法等待大家去探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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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